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躲在马蹄之上 二纲十分悄悄的出了幽州 接近了辽营 寻哨的辽兵才发现 有一人骑着马冲过来了 马上就拦住了去路 来者何人 胡言赞老将军与辽军交战已经是很多年了 足智多谋 而且非常的了解辽人 马上用弃丹话打到自己人 冲到眼前一抬手 手中的冰铁造营枪 把几名哨兵就全都给解决了 紧接着随后一戳马屁冲进了辽营 辽营的第二道刚哨 没想到会有人单枪匹马闯赢 刚反应过来 就大多被胡言赞给解决了 被惊醒的辽军准备不足 被胡言赞一通硬冲 居然从另一头给冲出去 出了辽营的胡言赞 赶到熊州时 他的乌追宝马险些都跑断了气 杨继也接了圣旨 一看是皇上有难 不容又耽搁 马上点七人马 率领八个儿子一起是赶往幽州 七郎为先锋 老龄公率领其他七个儿子随后赶到幽州城外 辽军打赢前 一股飓风横扫班 把没有防备的辽军冲的是四散奔逃 远处的辽军看见杨自帅齐 也没有敢前来阻拦 只是远远的布下了剑阵 如此一来啊 杨家军几乎是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拦 没有任何的障碍 就冲到了幽州城下 与城里的宋军会合了 杨家军进了城 被冲散的辽军呢 也没有敢再围拢过来 但是也没有退兵 远远的在城外冲山口炸下了大营 和阳城里的宋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